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試鏡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財視珍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好,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聘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講一下英國的 短命前朝 第二就是卓慧斯當首相期間有位阿哥叫關浩亭 關浩亭 其實他不單止在卓慧斯旗下做過大臣 之前亦都做過其他大臣 不過他 為英國留下來的東西 都頗糟糕 原來 另外一位保守黨的前大臣 齊國剛 就召喚關浩亭 他就說關浩亭是放棄了英國 工業戰略計劃 令人相當廢解 那麼他 這位奇浩剛其實現在 就在 一個智庫裏面工作 你知道前大臣很喜歡智庫工作 那麼他就代表一個智庫 叫做社會正義中心 就發表了一份報告 那麼他就說 政府 目前 是缺乏產業政策 現在 令人很擔心 那麼這位前大臣 在 16到19年任期期間是制定了一份 產業戰略計劃 那麼 講了工業和其他製造業相關的 這些戰略有111頁 那麼他就說這份藍圖 已經 實施的部分 被證明了是有益的 那麼這份就叫做 Making the change 的報告也都說 現在政府 要 優先發展 製造業 縮小地區的差距 究竟行不行呢 有些可以行 但其他成本太高了 不過 英國的製造業事實上和其他歐洲國家比 因為英國 很多重心放棄金融業 之前社長節目也說過 他 將太多重心放棄金融業 其他放棄 的話 他又沒有放棄了 放棄了 都幾大部分 令到英國很嚴重的 為什麼這次英國的經濟 衰退或許比其他發達國家 是長 和深 是因為 他們的製造業 走得太多 你說是不是 一些走出去應該 但沒有他們走得那麼厲害 對於一個長期的角度來看 其實 上屆政府 上屆政府 就像 絲姐政府 是放棄了 產業和工業的戰略 令人相當廢解 其實我也覺得不是很廢解 因為絲姐 他也覺得 金融是最重要 他 就說 上屆政府為什麼做錯那麼多東西 不知道 他做錯那麼多東西 就做了四十多天首相 卓惠斯 現在工黨都是向現屆政府施壓 要求他們採取更多的干預措施 包括 投入更多資金 幫助陷入困境的鋼鐵行業轉 認為更加環保的生產流程 想不到 剛才我們說的那位奇葛崗 其實他是 保守黨人 和工黨是 一條搶出來的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他曾經去保守黨人 因為 19年的時候 曾經做過工黨或其他黨派? 他也挺嚴重的 其實他也挺嚴重的 他呢 19年9月 因為 議會表決時 不支持 這個 同一政黨的首相約翰遜脫歐的提議 所以就被開除黨籍 哦 政治打壓可恥 是 他真的有這麼說過 所以民主這些是什麼呢 當然 政黨應該是同一條 路線的 對 是同一條路線是對的 不過這樣 需不需要做到那麼大呢 開除黨籍 其實真心地說也挺沒面子的 因為他也做過保守黨的大臣 那時候 19年約翰遜的上圍也應該挺穩的 是的 所以就有能力開除他 不用那麼狠 我覺得約翰遜其實也挺小器的人 一兩個黨內的異見分子 當他是邊緣人就可以了 一來就 開除 開除黨籍 開除黨籍 所以你看到也挺 約翰遜的 當然樣子是笑口細細的 你搞到他的利益 他也是 不向你手軟 不向你手軟 不過這樣 後來 他的黨籍也是被恢復的 為什麼 因為 有人幫我求情 還有你這樣很難看 畢竟他武功也有勞 你想一下 好像美國民主黨那樣 萬鑫先生經常跟民主黨 雖然他是民主黨人 但他跟民主黨的理念很不同 拜登也不會開除黨籍 最多是勸他 還有下一屆選的時候 不背書他 不支持他 或者給他一點資源去玩他 很難看 後來 奇葛江先生就被人 重新有回黨籍 其實當時不單止他被人開除黨籍 還有幾個 因為這21個議員是賭歌 只有四個 只有幾個是會恢復黨籍 有人更加加入了自入民主黨 當時 當然 那麼多人開除黨籍 其實都相當難看 有 21名人士 是 開除黨籍 後來就恢復了一些人的 黨籍 有些就 投了去別的地方 嗯 所以約翰遜這傢伙 你說他會 突然之間又出來選 你真的猜不到他 但我就覺得不會 我就覺得不會的 你知不知道當時 曾經 有位阿哥很出名 不過出名在於 是他的外公 他外公的名字就叫做 Winston Churchill 喔 邱吉爾 邱吉爾外宣 宋立琴其實 在這事件當中都被人開除黨籍 9月被開除黨籍 不過 10月就 接納他進去 他 宋立琴 因為他 你知邱吉爾 之後就沒有什麼頭髮 跟他外公的樣子很相似 說回 其實現在 英國 前政府 就是這個 保守黨的前 都是保守黨 卓惠斯政府 亦都是繼續放棄 產業及 工業的 戰略 當然就令到整個英國 只是 將金融看得太重 你說之前約翰上我都說過 他就將 是 航天事業 還有就是 生物科技業 是放在重點對的 不過 投入就不多 保守黨最喜歡 就是 Cut Budget 你Cut Budget 之後 究竟是否做到呢 很難的 我相信 另外工黨 的影子工業大臣 Asterden 其實亦都寫信給現任的商務大臣 Fran Sharps 博士 希望 保守黨政府 可以投資30億磅 去改善 英國的製造業 最重要就是改造鋼鐵行業 這個最搞笑就是 跨西跨騰 關浩廷 在去年 擔任卓惠斯政府 財政大臣的時候 他廢除了這個產業的戰略 所以會罵他 阿廷 這件事你就罵不了卓惠斯 因為這個是關浩廷自己決定的 擔任 這個財政大臣 他 就是 廢除了產業戰略 取而代之 他就是用一套更加寬鬆的目標 他就推動了 政策的重失 調整 就這樣 可以 使得市場得以 適應 結果證明了 不好 不行 不行 剛才我們說的 那位 奇先生 奇國剛 他除了批評關浩廷之外 亦都說卓惠斯 沒有軟見 都很難有軟見 做了四十多天 他亦都提到他在17年發佈的 疫苗開發戰略 他就說 其實這樣就是幫助了英國在 大流行期間 生產出有效的藥品 他更加說令人欣慰的就是這個戰略 之下啟動的一些計劃 已經是紮根好心了 在他離任之後都沒有辦法被關浩廷取消 否則更加大問題 他亦都說如果沒有我之前這些計劃 就很難開發到疫苗 和一些小型的 核反應堆 還有 電池儲存 方面的技術 當然 他亦都很 小心說話 因為他 對於 新衛城 挺支持 所以媒體亦都說他盡量避免 批評新衛城 所以就找卓惠斯來批評 說真的因為關浩廷 他就把一些計劃崩走 所以他這樣說 也和後非 他亦都說 有跡象表明 新的首相即是指 新衛城 制定 戰略 是可能的 一制定了就有希望 而且他就說作為財政大臣 當時 作為財政大臣的新衛城 意識到科研的重要性 並且 將創新和 科學方面的公共支出增加了一倍 所以就為他拍手掌才對 你說新衛城是否對這些事呢 我覺得他做得比較合理 他做財政大臣的時候 做得相當 比較那麼多屆 其實我覺得相當好 當然 考富難為無米之翠 整個大趨勢都要省錢 他有些事都是 沒辦法 迫著這樣做 奇國剛也說 他認為 政府 確保工業投資的計劃 不充分 但是希望新衛城可以做好一點 當然他也提到英國疫苗特別工作小組 他也說 就好像 特別工作小組的組員 上個月 就告訴這個國會 現在處於一個關鍵時刻 因為 英國的製造業戰略 是令人擔心的 更加 有一個跡象表明英國的製造業 已經被不斷出售和封存 所以他也說 製造業佔GDP的比例 已經從 上世紀70年的25%到9% 那麼多 說得很厲害 全部都去了歐盟其他國家 或者是 投資去了金融 他也說 製造部門 的下降比任何 工業化國家都要快 這件事在英國做得不好 亦為何今次的 經濟衰退可能比其他國家更長 和更深 就是因為製造業 你想想 歐盟兩個大佬 德國和法國都很厲害 對 尤其是德國有什麼 我們說過很多 汽車 鋼 藥 這三樣東西 已經很足夠了 還有玻璃 化工的 對 法國又是汽車 英國將自己的汽車 迁到天津 還有一些汽車製造業 是有的 但是規模和體積和歐陸的國家 真的差得太遠了 差得太遠了 你想想 更小的國家好像荷蘭 他們的半導體設備很厲害 還有比利時 這些國家都不差 原來 其他的發達國家 好像對岸 即是對面海 歐陸國家 其實他們平均的製造業 佔GDP15% 英國都9% 你說有些東西貴 遷到去亞洲做得對 但有些關鍵行業始終都要留在本國 他也說強而有力的證據已經表明了製造業的相對下降 是導致地區不平等現象日益 嚴重的一個關鍵 當然 此時此刻 新任的大臣 是不敢發表任何評論的 即是夏博士 暫時 想說 可能未說 或者以後都不想說 或者他有其他的 想法 當然我們也說過卓惠斯政府 當然是麻煩了 可以說是歷史上 最糟糕的一個新 你說他新也對 只有四十多天 是不是 四十多天 那他 為何那麼糟糕呢 因為 減稅 減稅也不要緊要有錢就行了 結果要舉債 所以市場就很害怕 之後詩姐就多次這些政策 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後來 更加阿廷 不知阿廷被解僱 還是他自願離職 無論如何 阿廷的離職 我都說過 你這麼重要 被解僱了他 等於 為自己 打好棺材釘 結果他自己也做不搶 真的做不搶 所以這個政府這麼短命 但是 留下來的 不好的東西 真是令到新惠城有時間 去收拾殘局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